接下来要为您介绍台湾艺术家黄瑞芳 以全球暖化作为主题 特别远赴面临被海水淹没危机的 南太平洋岛国图瓦鲁 做了一件叫做晒干美人鱼的作品 呼吁大家抢救珍贵的自然生态 原本该是在世博展场上的 丹麦小美人鱼却意外出现在 蓝天白云的海岸边 不过仔细一看 却成了被晒干的美人鱼 周围还有鲨鱼环似 想要抢食它的尸体 这是台湾艺术家黄瑞芳 远赴邦交国图瓦鲁 制作的生态艺术 要来批判去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后 没被正式的暖化危机 因为去年失败的哥本哈根峰会 所以连丹麦最著名的地标美人鱼 都被晒干 甚至被鲨鱼器给围绕环市 那鲨鱼器表示在哥本哈根峰会 外围游说的那些利益团体 石油公司资本主义的那些团体 黄瑞芳用艺术作品 批判经济强国的减碳政策 还不止这一件 因为看到外电 这张北极熊吃小熊的照片 有感而发 他做出了这一件 北极熊嘴咬美国前总统布希 当祭品的作品 还有在伦敦清洗桥上 以欺恶上吊的方式向人类控诉 深从环境被威胁 黄瑞芳深感人类要对环境负责 而土瓦鲁这个淳朴的小国 最快十年左右 就要为地球暖化 付出被淹没的代价 相当不公平 没有碳排放 但是很讽刺的是 他们第一个要被牺牲 反而是美国碳排放量最多 他们的生活过得最奢华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unfail 对于国际环境争议论而言 最淳朴的小国 却首先成为祭品 黄瑞芳计划 8月底还要再前往土瓦鲁 制作另一项生态作品 以释放狼烟的方式 向全世界来求救 期待在年底 墨西哥气候会议前 获得更多关注 救救这个不被看见的天堂岛国 记者人文 陈伯玉 台北报道 不管是哪一个年代的孩子 应该都知道西游记的故事 也许您会感谢您的支持